校花怂恿我向学生告白 三天后 我的情书被贴在食堂公告栏上 原来我只是他们推的一环 却沦为成了全校的嘲讽对象 后来一抹考 我跌出一百名开外 学生说只会死读书的猪脑子 再努力考一本就到顶了 双重打击下 我从楼顶一跃而下 再次睁眼 老班正拿着我的情书苦口婆心 我只是他的眼睛 老师我错了 当下高考才是最重要的 姑娘你能这么想 老师就放心了 你一向是个聪明孩子 怎么临近高考 反而分不清主次 许义可是年纪第一 咱们学校省状元的希望 都细在他身上 还好他比你拎得清 班主任眉头紧锁 满脸疲惫 手指一下一下 有规律地敲在粉色的信封上 里面是叶轻易 替我转交给许义的情书 如果现在拆开来 应该能看到 信指末尾龙飞凤舞的大字 一杯白水 索然无味 这是他对信的评价 也是对我的评语 我闭了闭酸涩的眼睛 上一世 老班也是这样 对着我哭口婆心 末了他把信封放进抽屉 嘱咐我专心备考 东西等高考完再还给我 我向来胆小又自卑 只觉羞愤 没敢把情书要回来 三天后这封情书 被堂而皇之的 贴在食堂门口的公告栏上 不出半天 高三二班顾念追爱不成 反被学生痛批的八卦 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我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 就是他呀 恋爱脑一个高三 还搞这些事 哈哈 有一说一 青春不放肆 难道等老了再告白 理解理解 人家活在偶像剧里呢 他好勇啊 谁不知道 许一心里只有学习 活该可明明 是同桌叶轻易告诉我 跑操的时候 一般的许一 总是有意无意地盯着我 那可是许一海中 最有希望问鼎省状元的学霸 许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体育课的时候 甚至有低年级的学妹 组团去看他打篮球 我也曾怀疑他会看我 可叶轻易笑嘻嘻地说顾念 这就叫学霸之间的心心相惜 我下了白手 等高考完各奔东西 青春不勇敢 小心追悔莫及 仰望许一近三年 我的心思他看得一清二楚 我怎么会不心动 在他的鼓动下 我放肆了一把 当时他拍着胸脯向我保证 我和许一曾经是邻居 我一定亲手送到他手里 然后事情就发展成现在这样 上一世我曾去质问过他 他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新作的美甲 说我做的又怎么样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整天一副清高的样子 隔应水一杯白水 哈哈这样看来 你这个学霸的作文水平也很一般 我没用的 气哭了两周后 是高三第一次模拟考 看着题目 我的耳边 却回想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语 我忍不住尖叫出声 差点因为扰乱考场秩序 被请出去 可想而知 这次考试 我第一次调出年纪前二十 被第一的许一甩开 一百多名叶清一两根手指 捏着我的诗卷 在全班面前阴阳怪起 许一说 只会死读书的猪脑子在努力 考个一本也就到顶了 不过对于一个卖瑜伽的女儿来说 也算是李逾越龙门了 经受不住双重打击 在晚自休克间 我浑浑噩噩地走上教学楼顶 一跃而下 可在睁眼 就是现在 您能不能把信还给我 免得再生出事端 影响我和许一同学学习 这次 我只是老班的眼睛 毫不退缩 老班扶了扶眼镜 思考片刻 最终把信封递给我 我握住了信封 就像握住自己的人生 女厕所撕碎的粉色纸片 顺着水流打着旋 慢慢消失不见 我回教室的时候 正好早读结束 叶轻易和几个女生聚在一块 看时尚杂志 讨论着某高车品牌的最新款 姑娘老班找你啥事啊 是不是竞赛出成绩了 李小巫七七哀哀的凑上来 李小巫和我同是 数学竞赛小组的成员 上一世 我们并不相熟 我的朋友仅限同桌 叶轻易一个人 我摇摇头 对着他的小虎牙笑了笑 想走回座位 手臂却突然被大力扯住 对不起姑娘 我真的不知道 许易会把你写的情书 交给班主任 叶轻易咬着嘴唇 面露歉意 眼睛里一闪而过的 却是幸灾乐祸 他的声音很大 原本闹哄哄的教室安静下来 神色刻意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我知道就算没了情书 他迟早还是要把这件事捅出去的 事实然坐下 我面色平静 没关系 眼下最重要的是背考 他神色一僵 还想说什么 教室门口传来起哄的声音 叶大美女 有人找是许易 他手中提着牛奶和面包 淡然地递在二班门口的走廊上 眼角眉梢都透露着声忍 悟尽的梳理 直到叶轻易一脸娇羞地走出去 才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他 挖靠学神洞烦心了 爱心早餐嘛 好浪漫教室前后门 被挤得水泄不通 男生们一个个把头探出窗去 不用想 估计整条走廊上都是围观的脑袋 见证学神和笑花的青春 我在心里暗自发笑 如果前世 我没有在操场后面的小树林 撞见他们约会 大概也会以为 许大学神是什么不识人间烟火的哲仙 他俩是什么单纯美好的校园恋情 那天晚上 叶轻易娇滴滴地问许易 我和顾念谁好 许易掐着他的腰条笑 要胸没胸 要屁股没屁股 哪里比得上你 笑花捂着嘴笑起来又不满道 被查出来递情书 班主任居然连他家长都没请 真没意思 我想到了更好玩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来一次 我绝不再分给这对狗男女一丝眼神 闹什么都不上课了 走廊上传来英语老师的怒吼声 英语老师是年纪主任 一路走过来 眼睛里冒起火星 走廊上的青春荷尔蒙一哄而散 大家默默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偏偏夜清闭此刻炫耀预爆棚 他给我写小纸条 我视而不见 偷偷和我搅耳朵 我出耳不闻 英语老师忍无可忍 严厉的眼神瞪过去 别轻易也不想听到要打扰其他人 是是 他说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我还没有答应 他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够周围一圈人 听到枯燥的高中生活 数不清的公式 刷不完习题 一点八卦 就是平淡生活中唯一的调剂品 四周的耳朵都竖了起来 可我只转调 下一节是物理课 我的弱像 叶清一说话间 我已经开始做昨天的错题记录 他看我半分钟 我才猛猛地抬起头 你说什么 他重复了一遍 这次我头也没抬 偷听的耳朵们也都粘了 李小璐在后面跃出了声 小声骂了句颠婆 我以为只要自己最先学习 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 晚自修结束后 在回家必经的巷子里 面对一群小黄毛 和背靠着墙抽烟的大狸毛 我还是慌了神 胆小这件事 一时半会改不掉 天很黑我一点一点往前挪 经过狸毛身边时 他朝我喷出一个烟圈 贴了眼我的校服 随意到海中的遁住脚步 我掐着书包 背带低着头像的安纯 他扑哧笑出声 又像是扯到什么 这条路我顾西北 照着海中的横着走 立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一般那个顾西北 海中笑霸 我顾不上细想 一口气跑进小区 远远的 昏黄的小灯亮在破旧的楼道里 一年四季一如既往 那是我家 在门口站了会 我吸吸鼻子 推开门我回来了 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鱼心气 小学的时候 曾有同学捂着鼻子 说我身上有怪味 于是我极讨厌这股味道 干净的衣物 都要用清心剂 泡过才肯穿 这回却觉得说不出的亲切 小小的书桌上 摊着我的笔记本 秘密麻麻 妈妈进来 摆上牛奶 和爸爸刚煮的酒酿园子 粗糙的手搁在我肩膀上 嗓门还是一样的大 念念你 还在长身体 可不兴趣 太晚了差一点 差一点 他们就再也等不到我回来 我低着头 眼泪忍不住夺框而出 妈妈被吓到 手忙脚乱的拍我的背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学校有人欺负你 不是就是觉得 自己一点也不坚强 我哽咽着 思绪飘回 踏上顶楼的那一刻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写情书的时候 都能够勇敢一回 只是一些流言蜚语 和一次的考试失误 为什么不能坚强一些 是不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 我在抖音上都刷到了 现在很多学生 有心理问题 尤其到高三 月灵进高考 脑子里一道惊雷 念念你有什么事 可一定要告诉妈妈 不行 咱们可以花点钱 就去做心理辅导 妈妈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我没事再说 学校也有心理咨询室 不花钱 我擦干眼泪笑起来 我妈不放心 赖着不肯走 我三寝四寝才出去 才关上门 脑袋又探进来 明天夜宵想吃什么 糖醋小排 世界终于清静 我在笔记本上 涂涂改改 思路愈发清晰 失控的情绪 考场的幻听 所以前世 我只是生病了 而这一世 我可以拼尽全力 不留遗憾 繁重的学业下 即便目前感觉良好 我也开始进出 学校的心理辅导室 一周两次 与此同时 我向老班申请调换座位 班主任没说什么 叶清义是富二代 他可以不学 但不能影响其他同学 从办公室回来 他双手抱胸 堵在我的座位旁 就是许一喜欢 我不喜欢你吗 顾念你是不是自卑啊 否则有必要这么较劲 彼时 我刚收拾好东西 搬到李小屋身边 我埋在卷子里 笔工不错 关你屁事哈 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猪脑子 提醒便一遍就猛逼 考得上清北吗 我翻了白眼 关你屁事 顾念她的声音尖利起来 怒气冲冲 要来夺我手上的笔 吵死了心同桌 听不下去 猛地站起来 你这种数学考24分的 怎么有脸说 年纪前20是猪脑子 李小屋指着她的鼻子骂 难不成你考得上 还是说清北 特准你家许一代 配偶入学 李小屋眼睛红红的 一看就是 昨天复习太晚没睡好 暴躁得很 下一节是体育课 教室里的人 稀稀拉拉走得差不多 叶轻易越发嚣张起来 我考不上 怎么样高考是你们这种 穷鬼的归宿 不像我毕业就出国 出国我终于金贵的仰起头来 那许易呢 玩玩而已 又不犯法 他边说边瞟了瞟四周 眼中堆砌起层层快意 好像终于抓住我的软肋 看把还装不在意 你求而不得的人 不过是我可以弃之臂里的玩意 他大约是这么想的 我垂下眼睛哦 关我屁事 收起桌肚里的手机 我拉起李小屋 走吧该去操场了 海中的体育课 有好几个班一起上 高三没有考核指标 我和李小屋 沿着跑道一圈一圈闲逛 彼此交换 今天数学大题的思路 偏偏有人要来打脚 许易威领薄纯 面色不善地 拦在我们前面 开口就是青春疼痛文学发言 姑娘你不该联合其他同学 霸凌夜轻衣有什么冲我来 我你哪位 其他同学 电弓学神的脸冷若寒霜 还没等他再开口 一个篮球夹着风 朝他的面门飞过来 吓得我一蹦三尺远 徐易 你不打篮球 跟两个女生扯什么头花 一头利毛在阳光下隐隐翻着光泽 他大咧咧地跑过来 没看见人 斗斗不想搭理你 三v三走不走 斗斗那天巷子里黑灯瞎火的 这也能认出来 好吧我不敢反驳 李小屋打个哈欠 顾西北不会是在帮我们吧 凑巧吧 虽然这小霸人还怪好的 徐易被拉走 操场上的同学 争先恐吓往篮球场涌 快快快 是许易和顾西北 PKI青春期 压抑许久的情绪 像炮胀似的一点就燃 篮球场爆发出 一阵阵欢呼与喝彩 酣畅淋漓 然后在下课领响的时候 一切归于平静 本考生们自觉回到教室 被单词看书刷题 迎接高三第一次模拟联考 一摩成绩出来那天 我和往常一样 踩着铃声奔向食堂 很多人拥在食堂门口围观 场景和前世一模一样 一张52分的物理卷子 被贴在公告栏上 姓名栏画了只大猪头 将顾念两个字牢牢圈住 每一道错题下 都标注着犀利的评语 被公式都不会 蠢货分解摩擦力很难吗 猪脑 请把能量手横刻进骨子里 我看了很久 不得不说 确实说得有几分道理 顾斗斗你不是学霸吗 这分简直和我不相上下 顾西北细血的声音 从头顶飘来 我冷冷瞥了他一眼 麻烦你下次开口前 先去校门口光荣榜看看 这次理科班我排第九 说话音都是满分 至于这个 我很快就会 赶上来语气太凶 校爸弱弱后退一步 我没理他 自顾自的撕下试卷 海中是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 学风严谨 叶轻易不敢明着做出格的举动 只敢在言语上霸凌我 以及这种伤人自尊的恶作剧 上一世 我就是被这些幼稚把戏逼得跳楼 可惜这回就算把我吃屎的照片贴上去 也撼动不了我热爱学习的心 带着试卷 我敲响了年纪主任办公室的门 不就是发颠 谁不会一样 半个小时后 高三教室办公室的监控视频被调出 叶轻易在晚自修课间假意求问 趁着物理老师给其他同学讲题的间隙 抽出我的物理卷子 带出办公室 而试卷上的批注 所有老师都认得出是谁的自己 我控诉被霸凌 那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几位老师轮番安慰 却并没有要严肃处理的态度 我理解毕竟都是高三 还涉及到海中的金疙瘩 谁都想小事化了 顾念今天午休 应该是我去心理辅导室的时间 心理老师没见到我 正好找过来 老班推起鼻梁上的眼镜 大惊失色 你在接受心理辅导 我顺势掏出美工刀 做事就要往手腕上滑 顾念班主任大吼一声 挺得度难扑上来 三四的男老师冲上来按住我 理科办公室一时鸡飞狗跳 心理老师是校长的侄女 一通电话 校长和副校长黑着脸跑进来 霸凌事件终于遮不住了 一个小时后 叶轻易许易和我各自的家长 在校长室集聚一堂 我妈从进门就开始嚷嚷 我爸都拉不住她 念念别怕 妈妈来了 我说我女儿 最近回家怎么动不动就哭 感情在学校就正被欺负 这是要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明天就去教育局门口拉横幅 校长的脸黑的和煤炭一样 顾念妈妈 您先别着急 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 校长处理是肯定的 可这毕竟只是同学间的一个小玩笑 不至于上升到霸凌 怎么处理是不是还有斟酌的空间 叶轻易的爸爸缓缓开口 没错 我们许易想帮助插声理清 知识点的心是好的 只是方式方法有些过激 许易妈妈面无表情地接过话头 我女儿年纪第九 可不是什么差声 我妈冷哼一声 又要上前理论 直到这时 许易妈妈的眼神 才失手般落到我身上 略带轻蔑 我轻轻拉住妈妈的手 然后拿出脱带的手机 选出几段音频供放 手机里 陆陆续续传出 我和叶轻易的对话 主要还是她单方面的输出 毕竟我不怎么搭理她 又换新鞋了 你爸妈杀几条鱼 才买得起一双耐克呀 姑娘我就搞不懂 你一个卖于老的女人清高什么 给我提鞋都不配 只会死读书的猪脑子 学习好有什么用 一点女性魅力都没有 你讨厌你 你怎么不去死 最好晚自修 出校门就被车撞死 高考是你这种穷鬼的归宿 我妈的手越抓越紧 我朝她笑笑 玩玩而已 又不犯法 叶轻易不屑一顾的脸上 终于出现一丝裂痕 她慌张地朝许一看去 那头却没有回给她一 被眼神你在谈恋爱 高知母样的女士 立声喝倒 猛地抽了她儿子一个耳光 许一被打得偏过头去 脸上迅速凸起红色的掌印 她暴躁地推开自己面前的人 吼道是是 你满意了 说完她骤然盯上我 姑娘你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 恭喜成功了我 许一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她妈妈一个人跌坐在地 而有力 言语侮辱 以及蓄意羞辱的恶作剧 这是赤裸裸的校园霸凌 希望校方可以严肃处理 还全体学生 一个干净纯洁的学习环境 事件以叶轻易和许易 记过处分 并公开检讨道歉结束 我很满意 毕竟这次我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本意也只是想小小 教训这对颠工颠婆 好叫他们不再打扰我学习 倒是我爸妈 听信音频中的被车撞死 坚持每天来接我下课 周一升起一试 叶轻易和许易各持一份检讨书 并在主席台上 可笑的是 五分钟前的校长讲话 刚表彰完 一批在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同学 一块金牌 几乎就能获得学校内推的保送资格 如恩 许易有两块 分别是数学和物理 这里面没有我 努力在天赋面前实在不值一提 即便比这些天才多花一倍 甚至两倍的时间 我也只能看看跟住他的脚步 尤其许易 他的学习脑和恋爱脑 大约是各司其职 互不干涉 还在我旁边的李小屋 递上一个眼神 后面还有自主招生 别气馁哦 我这位童 桌也有数学的 极度使人掏出物理公式 墓碑一百遍 直到台上念叨道道歉的环节 我才台谋开始认真听 这是我应得的 在这里 我郑重向顾念同学道歉并承诺 还有我微微皱起眉 心里涌出不响的预感 姑娘如果你下次考试 能进年纪前五 我就答应和你交往 声音穿过话筒 从音箱中清晰传出 许一因为的目光 越过人群锁在我身上 像毒蛇对着猎物吐露信子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起哄 真是晦气 升起一事结束后 许一被请去办公室 叶清义则把我堵在女厕所 你要不要脸 她面容猙獰 一上来就口吐芬芳闪开 刚做的检讨这么快就忘了 她不甘心地让开一步 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 我懒得在搭理 静止走出去 顾念你狂什么 信不信我动弄手指就能毁掉你 叶清义还在叫嚷 我边走边掏出手机 朝背后扬了扬 我录音了 身后终于安静下来 好在许一只是过过嘴瘾 并没有来骚扰我 叶清义一门心思扑在球腹盒上 整日哭哭啼啼 伤春悲秋 更没时间找我查 我度过一段高校的学习时光 大部分的课间时间都泡在物理办公室 三月底的小月考 我的物理卷面终于没有那么难看 而我的年纪排名 一路越到理科班第四 能做的就是把握本心 一往无前 而许一理所当然是第一 这会正站在我们班门口的走廊上 只是这次找的是我 你现在盛世很得意 叶清义又一脸怨念的到我座位上来 我呼出一口气 放下手中的笔 忍不住出声对他 你们俩盛世有病 能不能别来烦我 这两人和狗皮高似的 撕都撕不掉 他咬着唇跑出去 两人纠缠不休 情绪受到影响 莫名有些毛躁 我只好掏出新发的物理卷子 随着公式图形 解题思路在脑海里相互碰撞 慢慢冷静下来 晚自修课间 领想没多久 李小璐气喘吁吁 从外面跑进来 顾念许一 楼下教室的位置 照搬几号从上往下排 我们搬在四楼 我冲出教室 趴在栏杆上往下看 高三和高二两栋 教学楼中间的空地上 不知何时拉起横幅 恭喜顾念月考年纪第四 中获学神女友资格 还是夜光的 许一拎着的大喇叭立在楼下 我看到走廊上 几位老师奔得飞快 但没有他的声音快 我眼皮一跳 许一扯了扯嘴角 恶意从喇叭中倾泻而出 高三二班 顾念你可以做我女朋友 声音被夺走 影响很恶劣 教学楼灯火通明 不止高三 高二的学生们 也挤在后阳台上围观 还有不嫌是大的放肆 呼喊告白 告白告白 手指死死扣住栏杆 我气得浑身颤抖 这些人打定主意 不让我专心备考 卯足禁药 把我拉进无聊的 八卦绯闻中心 堂而皇之的 把我所有努力 归结为成一个男生 争风吃醋 恶臭至极 李小屋拉起我的手腕 一路跑到效仿博士 顾西北等在那里 我们进门的时候 他正在调试设备 抬头与李小鹿 视线对撞 我有些诧异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俩什么时候 我俩发小 顾西北挠了挠头 傻笑几声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都看不惯 徐一那个狗东西 顾西北是校广播站成员 他有钥匙 李小鹿随意找张椅子坐下 气呼呼到许一 气人太甚 今天必须打他压脸 说到生气的地方 还磨了磨虎牙 我滴滴笑起来 心里有块地方暖暖的 仗仗地成为同桌以后 叶清一三番两次挑衅 我歉疚影响他学习 曾与他潜聊过情书的事 那时候 他还笑我眼瞎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成为 共同奋斗的战友 甚至是好友 现在又多一个 顾西北察觉我的视线 他拢起一头利毛 耍帅的样子 散发着清澈的愚蠢 这个校爸是广播站的 好割裂啊 我拍拍脸颊 朝话筒走去 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 必须速战速决 不多时 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电流声 海中的每个角落 都响起我冷然的声音 我是高三二班 顾念耽误各位同学 几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澄清 我对许一同学 目前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 我努力提升 争分夺苗 只为自己 只希望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如果有些人还听不懂 我愿意再翻译得直白些 神经病莫哀 老子最后祝所有同学 岁时无余 所得如愿 话音刚落 班主任带人闯进来 我和许一都被请到校长室喝茶 一路过去 明亮的白池灯下 许多同学或苦思冥想 或奋笔疾书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一方天地 莫不关心教室外 轰轰烈烈的闹剧 总有那么些人 知道该怎样把握自己的青春 绝对心无旁骛地学习 旁边的许一满眼阴液 我也保证 二魔把姑娘甩开至少50分 我只是她的眼睛 毫不退缩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一语成衬 她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叶轻易和许一复合了 他们开始高调秀恩爱 体育课牵手 食堂相互喂饭 小树林亲吻层出不穷 无人在意 黑板右上角高考 倒计时里兰 红色的粉笔明黄黄写上100天 100天三个月 教室里的气氛愈发凌冽 即使课间说话的声响 也轻了许多 晚自修放学后 我没有立刻回家 今天我爸去郊区进货 没有人焦急等待 我把错题修订完才出校门 刚到那条黑漆漆的矮像 身后的脚步声 一步一驱贴上来 四五个混子打扮的男生 迅速将我围起来 姐姐陪我们玩玩呗 领头的那个摆弄的 手里的弹簧刀 笑嘻嘻地开口玩 玩什么围只手死死钻住书包袋子 另一只手往口袋摸去 前世我走得早 没遇见过这场面 虽然被下蒙理智 还知道要拖延时间 报警网吧 游戏厅或者旁边那个废弃工地 恶劣的声线拉长 你们这样是违法的 我心里一抖 颤着声回手上 动作不停 姐姐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可都是未成年 她猛然凑近我的脸 害得我口袋里的手机 差点掉出来 死巴婆敢搞小动作 棍子一掌拍在我脸上 我跌倒在地 手机也滑出老远 掌心和手肘 蹭到粗糙的沙里 火辣辣的疼 巷子外面有几家小店铺 眼见着她 没要来扯我的头发 我正准备放声大叫 墙头扔下一个带火星的烟蒂 感动我们海中的人 问过你们 重温路西北哥没 顾西北从天而降 我泪眼朦胧 像见到了亲人 见他只有一个人 混混头子嚣张地 喊道什么西北哥 没听过没听过就对了 顾西北一拳过去 没打中小混混门 一窝蜂涌上来 海中小霸毫无章法 被单方面群殴 我已经报警了 一千米开外就是派出所 警察五分钟就到 等我回过神 握着手机冲他们喊的时候 弹簧刀狠狠划过 顾西北的肩膀 眼睛里的一切 像开启慢动作 混混门跑散开 顾西北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我的泪水哗啦啦地涌出 顾斗斗怎么也没点眼力见 不知道扶我一把 我跪坐在地上 他扯住我的衣角 你你等着 我现在就叫救护车 我抹了一把眼泪 接下巴巴 刚上救护车 顾西北已经活蹦乱跳 索性弹簧刀是假的 他的肩膀上只蹭破点皮 单方面没忧到是真的 我哭笑不得 你一个笑爸 为什么不会打架 他很委屈 笑爸都是乱传的 最多翻墙逃课上网吧 好男孩只打篮球 谁打架 那你怎么说 重温录你照 还有你那群黄毛小弟呢 什么小弟 那天我在店里染头发 和托尼老师们出来抽根烟 见你胆小如鼠 就浅逗了下 顾西北瞪着男高纯情的大眼睛 我只想给他一个大笔兜 顾西北拉去全身检查的功夫 我爸妈赶到 警察也来了 我平复好心情 在父母的陪同下 将事情经过一一告知 顾西北回病房后 同样的流 曾走过一遍 可他的父母却没有来 我妈忍不住询问 他顶着淤青的眼眶 满不在乎的解释 我妈过世早 我爸在国外出差 没人管我 惹得中年阿姨心疼不已 也为了感谢他救我 赶着回家 取来准备好的夜宵 他一口一个 阿姨吃得满嘴流油 警察叔叔临走的时候说 那条路周围都有监控 让我们放心 因为顾西北的报告还没有出来 他必须在医院观察 我们一家干脆都留下来等 半夜的时候 我还在做题 他轻声唤我顾念 你能不能帮我补习 我爸前几天通知 要是考不上大学 就要送我出国 我甩甩快干涸的水笔 不解的看他 出国不好吗 国外怎么比得上 我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况且夜清一毕业也出国 我和他一样 多掉假呀 一百天三个月 根本来不及 我迟迟没说话 顾西北默地红了眼睛 他说我妈埋在这 我不想走 我闭上眼睛 叹了口气 竟然是听天命吧 你答应了 他欣喜不已 我摇摇头 有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李小璐没有死磕青北 很爽快地签了人大 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 已经确定保送 如今正百无聊赖 我把顾西北补习的时候 和他一说 真妮子摩拳擦掌 放言虐不死他 就不信理 我嘴角抽抽 大约知道 他为什么放着发小部长 要找我一周后 修养好的顾西北 正式调到我们班 坐在我和李小巫后坐 同一天 一辆警车驶入校园 叶清一和许一被叫走 年轻的女孩下的面色煞白 刚进派出所 就把事情 合盘拖出 那天 我的广播害许一 在全校面前丢人 他们决心置一置我的假清高 这帮小混混是许一找的 钱是叶清一出的 他们想叫人 把我带去偏僻的地方 拍些裸露的照片 以此毁掉我 最好直接退学 无缘高考 几张照片 我在心里冷笑 我有爱我的父母 有可靠的朋友 还有一颗一网无钱的心 羞辱无法摧毁我 而他们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警察告诉他们 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而顾西北眼眶骨折 鉴定为二级轻伤 也已达到量刑标准 混中最大的独高一 最小的上初中 确实都是未成年 而叶清一距离18周岁 也还有三个月 只有许一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面临数罪并罚 他的竞赛成绩 保送资格通通被取消 今年肯定是与高考无缘了 许一的妈妈来找过我们很多次 恳求我们出去谅解书 我和顾西北都没答应 他不停地诉说 自己作为单亲妈妈的不义 而许一一路走来有多艰辛 许一从小就调皮 他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现在你不是也没有怎么样 姑娘你给许一写过情书 能不能帮帮他 阿姨答应你 以后绝不干涉你们来往 好一个软硬兼施 我皮笑肉不笑 阿姨我想你误会了 我可高攀不上学神 他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孩子 应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 顺遂美好的人生 你们这是要毁了他 最后他捂着胸口 毕生指责我们道德绑架 现在没人吃这一套 不过我总算知道 许一为何养成这样自私偏执的性格 他的未来和人生和 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冷冷回他 态度坚定 在他的眼里 许一的人生是一张波澜壮阔的图纸 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人生 难道就是可以随意涂抹的草稿纸吗 18岁可不是什么孩子了 他应该学会对自己犯过的错负责 那件事情过后 为了安全和节约时间 我开始住校 叶轻易被退学 没有他和许一的校园异常亲近 最后一次全市联考成绩出来后 顾西北当场表演了一个猛男落泪 他的年纪排名 从500月级上升到300多 照这个趋势 普通二本肯定没有问题 说不定还能冲刺一本 乐得他一手一个家住我和李小巫 我们三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而我的分数始终稳定在前五 高考前一天 难得传来叶轻易的消息 确实在社会新闻上 听说他很快被家人带回家 却耐不住无聊 偷偷溜出门逛街 一路尾随的许一妈妈连捅了他三刀 至今还在ICU 一带校花 三年同窗 这样的结果令人唏嘘不已 但也仅有三分钟 讨论结束后 所有同学开始埋头做最后的准备 李小巫吐了吐舌头 发表传统吐槽 一家子颠工颠婆 我笑笑没说话 低头整理第二天要用的文具 十年磨一剑 两天半的时间一晃而过 走出考场 笑声哭声喊声 从四面八方分支踏来 洁白的纸张 大把大把从高楼撒下 纷纷扬扬 一路走来 跌跌撞撞 青春的每一个分岔路 都将带我们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高考结束了 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没有去清北 而是选择留在 本地的N大学校说 王牌专业随我挑 故西北也考上一所本地大学 如愿留下陪李小巫 去北京旅游 兼参观校园后 我开始每天坐在爸妈的鱼滩刊店 我爸妈在老城区的菜市场卖鱼 逢年过节的时候 鱼滩很忙 妈妈会给我一百块钱一天 请我去帮忙 渐渐的我就不去了 浓重的鱼腥味 爸爸鲨鱼建出的血水和鱼鳞 妈妈扯着嗓门 与顾客讨价还价 还有他们得意洋洋 炫耀我是海中尖子般的学霸 每一样都让我如座侦探 这里离海中太近了 我害怕遇到老师同学 我怕他们说 我是麦鱼老的女儿 我怕也有人捂着鼻子 泼我一身水 让我洗洗干净 我几乎是陶一样的离开 心里老师说 或许我成长的每一天 都在被小时候的自己牵扯着情绪 而现在所有刷过的题 考过的事和熬过的夜里 变着花样的夜宵 都变成我坦然 坐在这里的底气 我越来越懂得 有些人的恶意 就是那么莫名其妙 我香还是臭 成绩好还是不好 顺从还是拒绝 都不妨碍他们 讨厌我伤害我 他们以此为乐 从我的恐惧中 汲取继续为恶的能量 我要做的 就是接受自己 一一反击 18岁 我在鱼尾翻腾的水花里 狠狠拥抱8岁 那个一身湿哒哒的小孩 晚安番外顾西北 很喜欢我家的鱼滩 或者说他很享受抓鱼的乐趣 考案是 本该在夏威夷海滩 晒太阳的校爸成立 混迹菜市场 按他的话来说 我爸在那 多找了小妈拼二胎 我才不去出眉头 可我觉得他分 明是垂涎我妈做的饭菜 顾西北人高马大 干活麻利 把我妈哄得合不拢嘴 甚至给他 每天点菜的特权 今天是剁椒鱼头 明天是红烧肉 后天是白斩鸡 天那么热 亏他吃得下 折我妈笑呵呵的给他夹菜 小顾还在长身体 多吃点顾念信顾 小顾也信顾 要不叔叔阿姨 任你做干儿子呗 顾西北一口菜呛在嗓子眼 吞也不是 咽也不是 他腼腆地把手抽出来 悄咪咪地撇了我一眼 阿姨其实想认清 也有别的办法 我低头吃饭 装作听不懂 晚饭后 我送顾西北出小区 黑漆漆的小巷子 被改造得宽阔亮堂 顾西北谢谢你 我递上他大学的主修课程书本 他又吓得后退一步 学必须学 下一秒 他丧着脸认命道 我扑哧笑出声 青春的尾巴 突然在这一刻先活起来 全文完 感谢观看